三花咧 你怎麼貴妃出去 嘿 最後你就不知道了吧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窩心球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坐在一個 高跟鞋造型的浴缸裡面 今天帶各位要來參觀的是 智能科技衛浴生活概念館 非常的厲害 有哪些厲害的衛浴設備呢 一起來看囉 接下來我們趕快就先來 邀請到我們的劉總監 跟我們來介紹一下 大家好 在這邊想要先請教一下劉總監 因為剛剛看到那個 豪華型的高跟鞋大浴缸 那現在好像這種就是特殊款式 還蠻流行的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市場 大家對於衛浴空間的設計 還有各種美感 就是都需求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也一直開發就是新的樣式 還有一些新的款式 然後讓大家有更多的選擇 這個它本身的材質是不是也很特殊 對這是我們現在最新的叫做水晶浴缸 水晶浴缸 對 那我們就是用以樹脂做基底的原料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技術再下去做 所以它可以呈現整個都是透明的感覺 就是想要什麼顏色都可以 算是調出來就對了 對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的耐用程度呢 它基本上它很耐用 對 我是不是太小心了 對 你可以用力一點沒關係 對 所以基本上在裡面它的承重力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 對 而且它本身它也有足夠的重量 對 對 對 無法輕易撼動 對 但是我們兩個都搬不動 因為傳統的喔 傳統家裡的那種 就是直接黏在牆壁上的 很容易到後面會有一些積水 甚至漏水的問題耶 這種都不用怕嗎 不用怕 其實這個我們現在的技術已經非常的成熟 對 那只要說當然不要非常的重擊它 那基本上正常的使用情況之下 是都沒有問題的 人造石浴缸 對 這是我們講的人造石 然後它跟傳統人造石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它是實心的人造石 那傳統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焦殼式的 那久了之後 它可能就是你有刮傷之類 因為在浴室的空間它會發霉 那可能就會變髒 那變髒之後 你就比較沒有辦法去整理 那早期就是用在那個 人造石的檯面上 對 那個就不適合做浴缸 那這個我們是新開發 就是說它可以做成浴缸 然後它可以 你怎麼 你髒了它就是可以刷 你越刷它會越亮這樣 有這種事 越刷越亮喔 就不怕你刷 就怕你不刷 你越刷它就會越亮 我覺得就是大家觀眾朋友 就是透過鏡頭可能 看不太出來它的質感 其實它摸起來是非常的滑順的 它跟那種就是 塑膠的那種光亮 可是感覺比較薄萃的那種感覺 不太一樣喔 它的材質本身 然後顏色也可以去做調整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還蠻加分的 可是我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真的啦 這麼大一個浴缸喔 我固然在裡面泡澡 很舒服 可是其實說真的 現在很多人家裡面 浴室沒有那麼大 那我就辦囉 為了拼應這個小空間的需求 我們也有做適當的設計 這個我們就是做 它是不是跟我們家裡的空間就很像 我家廁所那麼多 就淋浴空間 它們都是這樣 就是乾絲分離 我就是在裡面 平常在裡面淋浴都OK 可以可以 它是非常穩固的 那這就是我們開的小浴缸 那它就是只有100公分 那雖然它只有100公分 可是我們做得很深 所以你一個人泡澡其實都OK的 可是我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這種半圖形的 說真的我會覺得 它的造型好看是好看 可是它可能跟我的 畢竟我的浴室四十方方的啊 那有沒有比較貼合一點的造型的 小一點的這一顆 這個我覺得形狀就很滿分了 對 它就是也是符合說 它可以貼壁 對 然後小小的 你可以進去試看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寬度 對 我們這個都是做 薄編的三公分的設計 一般如果以傳統式來講 它編大概會有十公分 就是一般我家裡那種傳統浴缸 我還會在邊邊放幾個平平段 很寬 它這個等於說 把空間省在這裡了 看起來真的很像 現在很多網美鏡子有沒有 又是鏡子 然後又可以打燈 對 這樣子化妝起來 這個妝感就會更加的完美 對 一舉兩得 現在這種鏡子很夯是不是 對 這個鏡子就是我們現在 也是因應在我們的衛浴空間裡面 對 那我們的外框是做 現在也是比較工業風的設計 那它是做黑色鋁框的 那除了黑色之外 我們可能還有一些其他像金色啊 灰色的 就是搭配瓷磚內部的裝潢設計這樣 其實說真的這個沒有一定要裝在浴室裡耶 對 我們現在很多客人就是 也是沿用在所謂的我們的更衣室裡面 穿衣鏡 穿衣鏡 在裡面當一個化妝鏡 化妝鏡 超完美的 而且我聽說啊 他們家最厲害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有一些可能是那種代理商 那你可能買東西 你沒辦法做到客製化 那你們家可以對不對 對 我們都可以做 比如說像這一面鏡子 這是我們就是幫客戶訂做的 這個我們叫做一帆風順 一個帆船的概念這樣子 對 說真的這樣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買了一組回去喔 我可以跟別人不賺款 這件事情我覺得蠻重要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喜歡說客製化 我想要擁有 我獨一無二的 包含智能 包含美感也好 那你們在這個按鍵的開關設計上面 是不是還有一些不同的功能在 有 我們除了這是傳統式的 就是做觸控式的開關 就是客製化的開關 它就是可以做 像剛剛原型之外 如果客人喜歡方形的 我們也可以做方形的給它 然後這個是我們加上另外一個模組 它可以顯示我們的時間日期跟溫度 然後還有一個是儲物功能 對 這個是儲物功能 對 然後這個是可以調它的亮度 喔 這也蠻方便的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觸控 會有這個概念就是想說 我們有時候觸控久了上面都會有指紋 然後我們還要去擦它 所以 對 對 好了 就是可以避免有些人就是像我 那種有時候看到那個鏡子上 對對 強迫症 會很規模的 這樣子好棒喔 對 接下來我要請溫總 大家好 幫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一些衛浴智能項目啦 我看不只是鏡子可以做到智能這件事情嗎 是 沒錯 沒錯 新開發的這種電熱型毛巾架 這個在各大飯店現在已經 慢慢很普遍的接受了 所以這種電熱毛巾架 它最大好處 它是不鏽鋼的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有加熱絲的 那加熱絲的話 你只要把毛巾放在上面 然後把溫度調好以後 它毛巾它就會慢慢的亮乾 我剛剛在試 不會燙耶 它不會燙 它完全不會燙 它是防燙的 這個東西它一定是防燙的 它是很安全的 我本來這邊看到70 我想說這個是70度 它是70度沒有錯 但是它是內建70度 它是加熱絲是70度 進口的已經行之有年了 所以設計師接受度很高 那現在這種東西 台灣才慢慢開發出來 以前我們都是賣進口的 進口的這一組可能就 價格可能就要兩三萬 對 那所以以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這種東西如果自己做出來的話 它價格就相對便宜很多 今天重頭戲就是這一顆馬桶了 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不是有一些蠻厲害 而且蠻先進的功能 因為現在的馬桶 大家都已經生活水準提高 所以慢慢的想要這種一體式的 智能作瘟變作 一體式的 那以前的它有一個最大的詬病就是說 我們人像走過來 它蓋子就掀起來了 尤其晚上睡覺的時候 如果你家裡養狗養貓的話 那有可能它掀起來 那你是不是會嚇到 一夜不得安 對 那真的會嚇到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基田 它是改最新的懸浮式的 那個電腦馬桶蓋 懸浮式的就是這一顆 我們重點在於這一顆 我們人走過來 人走過來的時候 你腳稍微踢一下 開了 它就開了 那如果假使說 今天是男生要上小號的話 再掀一下 完全零手動 女主人真的是會最生氣的時候 就是沒有給我把它掀起來 對 我使用完之後呢 使用完之後 你都不管它 三分鐘之後 它就自動蓋下來 水就自動沖了 那假使說 男生上了廁所 我要再沖 我要沖水 那我就再感應一下 它就沖水了 沖完水 它蓋子就自動 慢慢蓋起來 一個一個來 對 它就慢慢蓋起來了 那我們這一顆最大的優勢 除了這個懸浮感應以外 還有它的座溫顯示 它座溫這邊它有顯示 然後這個是水溫的顯示 所以它有一個液晶螢幕在這邊 讓你了解說 我現在的使用溫度大概是多少 那你如果 要設定的話 我們就是用這個最新的遙控器 你如果假使說 今天你不想用腳先 那我用遙控器先 都可以啦 對 我用遙控器掀蓋 我們現在都是已經做到這種 輕緩降的那個緩降器 所以你在掀蓋的時候 它是沒有以前那種就是的 那種聲音 現在的遙控器其實都是可以做到 它就是只對這顆馬桶 對 遙控器的話 以前我們最為詬病 就是說 以前是紅外線感應的 對 紅外線感應 假使說你今天廁所 有三個馬桶 我坐在這邊 紅外線我按下去以後 隔壁兩個人在沖水 因為公共廁所嘛 你公共廁所還是宿舍嘛 宿舍有可能啦 宿舍還是 甚至飯店 飯店因為馬桶有時候是對 對杯的 我這邊一個馬桶 那邊一個馬桶 那隔壁我在這邊上廁所的話 我按下去 隔壁的馬桶在沖水 隔壁在吃水啦 對隔壁在沖水 隔壁在幫你洗屁屁 不曉得人以為那半夜鬧鬼 其實不是鬧鬼 那是紅外線感應的 那我們現在都這個遙控器 但是一個遙控器 對一個馬桶 它就是對品的 因為你們是直接算是工廠了嗎 你們可以直接的來解決問題 對 以前很多貿易商 貿易商它進來的馬桶 為什麼會講說會有位於孤兒 位於孤兒就是說 它東西進來以後 它找不到零件給你修理啊 但是我們公司你不用煩惱 我公司你馬桶蓋壞掉 還是任何東西壞掉 我小到連一顆螺絲 我都有辦法幫你處理 這邊就是今天有一系列的產品 就是給大家來做參考 就是說你現在在選用一些智能產品 真的是可以做到很全面了 而且現在呢 到底時尚尖端走在哪裡 一次都讓你知道啦 那今天也非常謝謝總經理 那也非常的感謝所有線上 收看的觀眾朋友 窩心球我們就下期見囉 謝謝謝謝 謝謝